因为上次的意外 姬凤眠根本不同意 让她陪她复健 所以每一次 沈凡星都是在角落里 远远地看着 我要健健康康地去见你的外婆 在你的家眠礼上 站在你的身旁陪着你 最重要的是 我还要照顾我那两个外孙子 如果我不健康 他们的人生 一定会少很多乐趣 我一定 不会让他们的人生有任何遗憾 这些话 还是她上次在医院 姬凤眠在病房陪着她时 难得说出来的知心话 所以凡星 你一定要好好的 这样我做的这些努力 就一定是千百倍的值得的 沈凡星的思思沉默 许青芝轻易察觉到 免疫比任何女人 都要坚强强大 我从小就知道 只要她想要的 不管如何 都一定会得到 所以你不用太担心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知道的 倒是你 你别太忙了 别总忘记 自己现在有身孕 我当然知道 我也不是每天都忙啊 还不是你这次的事情 以至于公司的单子暴增吗 我忙我快乐 那可都是小钱钱啊 够我儿子长到十八岁的奶粉钱了 沈凡星笑着摇了摇头 拜拜 嗯 拜拜 楼若一这个时候 也已经打完电话走了过来 又是你那位小姐妹呀 嗯 不错 有个小姐妹挺好的 连怀孕都一起 真好 嗯 你母亲下午 是不是还要复健呀 她喜欢吃什么 你告诉我 咱们继续去磨她 我真的想不到了 该跟你说的都说了 她好像不调食 清淡点就可以 那我再去网上查一查 还有什么好吃的 我就不信了 拿不下她的心 沈凡星看着她的背影 张了张嘴 但是没来得及说什么 楼若一就没了身影 所谓 想要抓住一个人的心 却要先抓住一个人的胃 楼若一完全学到了 这句话的精华 这几天 母亲复健 楼若一几乎天天 去她跟前刷存在感 只是母亲一直对她 冷冷淡淡的 完全不吃她那一套 几次做的菜 母亲连尝都没有尝一口 她也知道 母亲不是真心 要跟婆婆摆冷脸 所有的一切 只是因为老爷子 当初的贬低 让她无论如何 都想在博家 给自己找回一些地位 所幸 楼若一也是心大 对于母亲的冷漠 不仅没有什么埋怨 反而越挫越勇 和老爷子 优优独播剧